自去年黑暴運動爆發期間 暴徒在各區打砸搶銷 根據警方資料顯示 由2019年6月9日至2020年9月15日 警方一共拘捕了1022人 而被檢控的達2227人 不過港人港地獨家發現 當中竟然至少有59名疑法已棄保潛逃 根據統計 違反法庭保釋條件潛逃的至少達到23名 當中部分已證實潛逃海外 還有逃犯辛苦多達8宗控罪 另有兩人涉違反港區國安法潛逃 至於違反警方保釋條件潛逃的至少有34人 年紀最小的只有13歲 另同時有幾名16及19歲的青少年 涉嫌干犯的罪名包括非法集結和縱火等 在違反法庭保釋條件的23名逃犯中 最知名的要數12門徒 這12名港人疑犯涉偷渡台灣失敗 在內地水域被中國海警接獲拘捕 其中有10人是疑似黑暴激進分子 事源干犯暴動罪案 製造炸彈 無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 縱火傷人等重罪 另外有兩人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他們是尚未被正式起訴的香港故事李宇軒 以及身分神秘的女子喬影如 除了12門徒 日中違反法庭保釋條件的逃犯之中 最知名的是證實已離港的 前香港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驅 他在今年7月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被警方國安處通緝 又傳他目前身處英國尋求庇護 另外較為人熟知的逃犯 是已潛逃英國網傳系太子站死者 和韓保申的黃厚俊 他身負8宗嚴重控罪 包括兩項暴動、非法集結、刑事毀滑及襲擊等 還有旺角飛腳襲警暴徒的同黨土木工程師金維邦 身負包括意圖搶劫而襲擊他人 襲警、藏攻擊性武器 以及管有他人身份證等四項控罪 下部運動至今有59名疑犯棄保潛逃 當中還有十多歲的年輕人 情況實在令人擔憂 這些逃犯將要終身背負通緝犯的罪名 前途盡毀 永遠抬不起頭做人 還要離開香港或從此和家人、朋友斷絕關係 這些真是值得嗎?